环道新聞現場帶您關心 台中市潭子區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有一名61歲男騎士 逆向橫越雙黃線時 跟直行的砂石車牡力碰撞 這一撞連人帶車慘摔地面 慘遭碾壓明顯死亡 而金錢畫面同樣也發生在彰化西州 有一名男騎士從路口外側 用切西瓜的方式要橫越車道左轉 結果是被汽車一頭撞上 外側這名男騎士來到路口 居然直接切西瓜 橫越兩個車道要左轉 下一秒蹦和內側執行轎擦撞 索訊當時兩車速度都不快 男騎士只有輕傷 重回彰化西州事發路口 機車一群標線是可以直接左轉 但必須先切到內側車道 避免類似意外再上演 而疑似違規釀貨也發生在台中市潭子區 執行沙石車漢突然冒出了機車發生碰撞 巨大撞擊聲嚇壞附近民眾 我只看到人飛起來就這樣 路口還蠻長 你有看到他死了 這個整個撞到後面 醫院前面還蠻長 疑似剛好是過完路段 時常有車禍發生 而這回六十一歲騎士 逆向橫越雙黃線 和往風源方向執行的沙石車 猛力碰撞 騎士慘遭碾壓 當場明顯死亡 駕駛精檢測無酒精反應 後續將調略相關影像畫面 引清的案情 根據大法分局統計 一百一十三年至今 此路段因交通違規 遭舉罰已經多達三十六件 提醒駕駛無必遵守交通法規 切勿貪圖方便 惹禍上升 接著網友宣傳家銘 張宇台中總報道